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苏扬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 来自作者树达昭峰 看似很努力 其实是漫无目的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上大学那会儿 很多人都热衷于考证 计算机二级 人力资源管理十三级 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券从业资格证的 再加上学校硬件要求 必考的英语四六级 和自己本专业应该考的证 杂七杂八加起来 一个学期平均要考两到三个证 但当被问起 为什么要考那么多证的时候 大多数人总会这样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 但考都考了 终归是有用的 如果没去报名考试 我根本不会去看 那个方面的书 这是敲门砖 以后多个证书多条路啊 听起来好像没问题 很正能量的考证励志故事 充满着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考虑 然而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不知道有没有用 先学起来 终归是有用吗 不知道当初考一大堆证的那些人 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怎样了 我只知道 当你拎着一大堆证书 摆在面试官面前的时候 这些沉甸甸的证书 可能非但不能给你应聘工作增加砝码 相反的 会让面试官质疑你的求知目标 我曾经花过一整个暑假的时间 学习Excel技能 我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 那时候我想以后从事会计工作 可能要大量地运用Excel方面的技能和操作 所以我与筹谋 与其到时候工作手忙脚乱 不如趁现在一口气 把它给学会 于是乎 那段时间 我从网上逃回来十几本Excel工具书 还注册过很多Excel论坛账号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系统学习 可结果是 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的水平跟一般入门者 似乎没什么区别 更要命的是 我当时已经产生了这种念头 Excel设计的内容这么广泛 有函数 有数组运算 有VBA 有图表图形 每一个内容看起来都是无底洞 我到底应该学哪一个 我到底要学到什么程度 学的这些东西 究竟有多少会用到我的工作上 又有多少十几本工具书都翻完 都很难用到工作上的内容呢 后来的事情果然让我失望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跟本专业无关 往后的工作中 几乎很少出现需要我编辑大量表格 和运算数据的工作 仅有的几个关于Excel工作的难题 我后来上百度 Excel Home 甚至问同事 经常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 那个暑假埋头苦干 学习出来的东西 几乎忘光了 我用一整块完整的时间 去学习一门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用的技能 结果是 大多数是没有用的 还比不上我用碎片化的时间 碰到问题当场解决 来得简便快捷 很多人说 你也太功利了 现在没用 不代表以后就没用了 是的 从漫长的人生长河来看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你所学的每一样东西 都很有可能 会在你未来人生的某个时刻 拍上用场 这就如同你小时候 读过的一句名言 时间是一切财富当中 最宝贵的财富 后来你在人生的某一时刻 突然感到时间的宝贵 你会感到输到用时方很少 然而真的是这句话 拍上用场吗 很多人一谈到功利 总觉得是个贬义词 唯恐逼致不及 殊不知 不知道有没有用 学起来再说 终归是有用的 这种心态 本来就很功利 而这种心态 最要命的地方 不是功利 而是看似很努力 其实是在漫无目的地 做一些事情 来填补自己 对未来的恐惧感 所以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 什么东西都会一点 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 但是这些技能和知识 往往只留于表面 真正需要他们 派上用场的时候 只能认怂 比起那些功利性 目的性很强的人 那些什么都去学 什么都去做的人 其实更加印证了 他们对未来 不确定性的恐惧和焦虑 他们渴望一次性 解决所有不可控的事情 考那么多 不知道有没有用的证 就是在为未来的 不确定性 买一份保险 会计的工作不要我 我可以找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的公司不要我 我可以找老师的工作 但是他们真的拥有 做这些工作 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吗 还是仅仅靠一张证书 来消除心中的恐惧呢 他们不是要留条退路 是要留很多条退路 我们都知道 孤注一掷的勇气和魄力 同样也知道 退路一多了 人自然也就失去了 往一个方向坚持的必要 既然有那么多条退路 那我何必需要苦苦支撑呢 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 想要试图通过学习 来消除对未来职业的 焦虑和不安全感 可以尝试下面三种方法 一 掌握职场通用技能 在不知道有用没用的前提下 如果非要学习一门 什么知识或者技能 那么建议学习 那些职场通用技能 很多人容易忽视 诸如职场沟通技能 写作技能 表达技能 这些通用技能的学习 而恰恰是这些技能 能够让你在不同工作内容之间 实现顺利的切换 在我出入职场的时候 被分配到销售岗 做销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业务技能的培养 和客户关系的维护 除了这些 我在工作过程中 经常会碰到需要和不同部门的人沟通 写商业方案和销售报告 进行产品资料培训等等 而这些工作 占到了我平时工作的80% 专业技能运用的时间 仅仅只有20% 跟不同部门的人打交道 培养的是沟通协调能力 写商业文案 培养的是写作能力 做产品培训 训练的是表达能力 我一开始就非常注重 对这些能力的学习和提升 因为我知道 这些能力 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工作 哪怕是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都会经常用到 啊 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问题 解决问题 正如我上文提到的 我画了一整个暑假 学习Excel技能 最终为什么无疾而终呢 原因就在于 我没有面对实际的工作 没有把学到的东西 立即应用到工作场景之中 学了东西 如果没去用 等于没学 这个道理 老祖宗很早就告诉我们了 有的人经常问 如何系统地学习一门学科 怎么样循序渐进地学习PS 也有很多人总会想 我要把这些技能都学好了 再去市场上找相应的项目 这里我要告诉他们 不要系统 不要循序渐进 不要等到什么都完美了 才去出手 想要学心理学 找本书一边看一边思考 一边观察周围的人 事物 一边实践 在实践中 检验你学到的理论 然后通过一个一个实践 重新构建那个系统的框架 那是你通过学习和实践 自己搭建起来的系统的框架 而不是别人给你的 也不是教科书上画的 那个思维导图 这绝对比你系统的学完 然后再去做 要容易得多 顺利得多 三 从一个原点出发 散发出无限多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我跟那些牛人 拥有同样的时间 我也跟他们付出同样的努力 为什么他们在很多领域 都做得非常出色 而我连自己的本职工作 都做不好呢 原因是 人的知识和思维的广度 起初都是从一个原点出发的 然后在原点出发的基础上 开始开枝散叶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 慢慢地就会接触到很多 其他与之相联系的 其他领域的知识 这种由一个原点出发 并逐渐扩散的思维路径 学到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其实是有串联的 就好像我过去特别想学的一门学科叫逻辑学 我知道特别有用 对提高逻辑思维很有帮助 但是一看到那些逻辑学的书就特别犯困 经常晦涩难懂 学了好久都不知道在学什么 后来我接触了写作 写文章需要有非常严谨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组织能力 段与段之间是递进关系 还是并列关系 文章是先从整体再到局部 还是从局部映射到整体 这让我意识到 这不就是我心心念念 想要提高的逻辑思维吗 由于知识结构本身的相关性 我在一个领域深入学习的同时 在不知不觉中 把另外一个领域的基础技能也掌握了 如果一开始我的方向是先提升逻辑思维 再去写作的话 那么写作这条路 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开始走 当你没有深入了解时 每一个领域都长着五花八门的脸 而当你深入到它们的精髓时 你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时常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 担心自己的工作看不到前途 担心自己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所以我们总是战战兢兢 试图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技能 来应对未来的风险 然而这个世界更加青睐于那些 能够在某个领域上面做到顶尖的人 能够通过彼此相互协作 让自己的优势最大化 让自己的劣势最小化的人 而不是一个 样样只是过得去的 多面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